桃園江姓一家五口 证明爸爸呢 他的行动和言语都有困难 连有残葬手册 但是却因为家中有房产 没有办法申请低收入户来补助 这样艰难的状况 还好他三个小孩都很懂事 下课之后主动到摊位 来帮忙 帮忙招呼客人 写完功课 两个小朋友马上动工 坐上爸爸的小小摩托车 拉着吃饭的家伙准备出门 夜市里的小摊贩看到小朋友的声音 跑来跑去 小孩子帮忙拉绳子架铁架 二儿子就帮忙拿东西 合作无键就等着客人上门 全家就靠着这一个小小的摊位为生 虽然爸爸领有残葬手册 但因为名下有房子 所以无法申请低收入户 全家人就只能靠着这个小摊子 赚取微波的生活费 没有钱 没有钱不懂啊 帮帮帮忙三姐弟就帮忙顾摊 小小年纪却很成熟 有时候姐姐还会把功课带到摊位上 边不摊边招呼客人 相当的懂事 学校知道姐姐家里经济有困难 还会提供免费的营养午餐 老师也会帮忙课后辅导或申请补助 生活虽然不优渥 但懂事的三姐弟 让江爸爸和江妈妈认为 日子再苦都要沉下去 中间新闻黄祖华王磊亚桃源采访报道